字幕提供 我們今天的題目叫做 即當即熟 即是我們今天要說當譜 要說押業 他比較常忘記了 通常有人說有當有熟 當完之後一個月或兩個月 方便熟 以前我們在 他們比息 我們年輕人有口頭蟬 有當有熟 屬於上等人 即是你有東西當 即是還有上等人 即是等於有隻有環上等人 有當沒有熟 即是中等人 沒有當沒有熟 即是下等人 即是你連東西當也不能當 是的 那你不能當成熟 所以以前我們在當後 一個賭場 多數是購大 不是勞力屎 隨時可以打馬 隨時可以當到 打馬又不跟當譜 打馬 不是打馬 就是在檔口裡面打馬 這個你又要解釋一下 比賽 不,不,步步友在外面好像走過一樣已經過了 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變大運材 外面的大賽方士接近終點,步步友很輕鬆 贏出這場香港一力這樣 大賽方士接近 収まりました スタートしました 揃いました 高ダッシュ5番山勝雷電 やはり今年も行きますリード一馬進 1周目の3コーナーへ向かいます 2番手にガンコがつけています 外から押して押して トミケンスラーバ 2番手に上がってきました シュバルグランが3番手4番手 あと内4番カレンニロティック 3コーナーを迎えます そしてソウルインパクト さらには1番のミッキーロケットで 今3コーナーを迎えます さらにその外に8番クリンチャーで 1周目の3コーナーをカーブ 縦長です あとは2番のチェスナットコート追走です さらには当選バジル あるいはアルバート あとさらにはサトノクロニクル ピンポンが行って レインボーラインは後ろから4番手 あとは3番四方 そして13番トーシンモンステラ 最高峰スマートレイヤーで さあ前は4コーナーをカーブ スタンド前に入ってきます 前2頭並ぶ形 5番ヤマカツライデン そして外には17番トミケンスラーバ そのあと3番手にガンコです 1000m通過1分0秒1 去年よりも少し遅いペース 前頭は5番ヤマカツライデン 各種が湧き起こりなす京都競馬場 2番手トミケンスラーバ 3番手ガンコ4番手にシュバルグランが付けています あとは4番カレンニロティック さらには9番のソウルインパクト 内に1番のミッキーロケットの体勢 クリンチャーが中段の前に付けて その後ろ2番のチェスナットコートの体勢です 各場スタンド前を通過 第1コーナーをカーブしていきます さあ先頭は5番のヤマカツライデン ヤマカツライデン先頭です リードが3羽進4羽進とここで広げました 2番手27番トミケンスラーバ 1、2コーナー中間を通過 頑固が打ち3番手 半羽進3、4番手にまだシュバルグラン控えています 2コーナーをカーブ あとは4番のカレンニロティックで向こう上面 さらには9番のソウルインパクト これから2周目に入ります あとは固まってきました 外にクリンチャーが行って 内に1番ミッキーロケットの体勢動きはどうか 外からスーッと10番 さあこのクロニクル上がっていきます あとは当選バジル アルバートの進出 メインボーラインがまだ後方か 内は7番のピンポンの体勢 残り1000メートル通過 そして3番の四方が行って あとは東進モンステラ 最高峰は16番スマートレイヤーで さあ再び3コーナー2度目の坂です 先頭5番ヤマカツライデン リードが4番進歩道 リードがなくなってきました 残り800を通過 坂の下り 2番手に頑固 3番でシュバルグラン 当選バジル 当選バジル 四角のスティンは4番手 サトノクロニクル クリンチャー さらには2番のチェスナプットコート アルバートが外600メートル通過 内をついている9番ソウルインパクト 3,4コーナー中間を通過 その直後1番ミッキーロケットで 第4コーナーをカーブ さあ直線高速向いてくる ここで先頭は11番 シュバルグランだ シュバルグラン先頭だ 内には6番ガンコ 2頭の追い比べ あとはクリンチャー 追い込んできた 内に入ってきた1番 ミッキーロケット 横に広がって当選バジル さらには2番のチェスナプットコート アルバートも来た さあ先頭はシュバルグラン シュバルグラン クリンチャー 内をついて 12番レインボーライン レインボーライン レインボーラインだ ゴールイン レインボーラインです レインボーライン ついにG1タイトル当てにしました 最後の最後 間をついて シュバルグランの内から 先頭に踊り出て 見事に先頭でゴールを 駆け抜けました 大接戦でした レインボーライン ゲバしました 岩滝衆 ゲバ 勝利をつかんだ その後で岩滝衆 ゲバ 岡部さん どうですか 左前のような感じですね 左前 左前 足 足を 足を痛めたでしょうか 右前を痛めているような感じですね 右前ですね 10度目のG1挑戦 春の盾を手にした後 岩滝衆 ゲバ 足を痛めたようです なんとか岩滝衆が 首筋 手を当てて ただ苦しそうです レインボーライン 菊花賞では 里野ダイヤモンドに届かず そして去年の天皇賞秋 あのドロンコの馬場で 北サンブラックに最後まで立ち向かっていった レインボーライン 阪神大昇天を手にして そして迎えたこの天皇賞春 勝利をつかんだその後で なん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か 2着 そういったペース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2コーナー過ぎ辺りから ヤマカスライネが ちょっとね ペースをついた時 引き離しにかかりましたよね それをやっぱりちょっとね 他の馬は ちょっとこう 気をつけるような 隊列になりまして そこから一気に レースが動きましたよね そこから シュワルグランが自ら打って出て クリンチャーもそれに続いて そしてレインボーラインも その後ろから刺していく形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レインボーラインは ちょっとこう 引好きにこだわりましたね 好 剛剛看了一条 差不多6分多的 春季天王 想重溫 正式開始 今日母親節前夕的馬場USB 我是尤達 我是尤達 除了我們現在講這場 春季天王星之外 剛剛對上的兩個星期 分別上演了高月賞 以及NHK1 次第1章 看下一次 我們會播放 一場給大家看 下一節 我們都會不會給另外的一場 因為是高月賞排第1専 然後是高月賞排第3條片 就是NHK1 剛才大家都看到,4月29日,香港跑女王杯那天上演的《春季天王上》 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看到,這隻我都講了很久,告訴大家要跟進了很久 終於這次堂堂正正的贏了一場group one,就是Rainbow Line,七色線 大家看回一條片,我先講講那場賽事的過程 為何我會在這條片裏剪了一分鐘,過了終點落馬的情況給大家看 我認識的岩田康城是一個什麼騎士,以及對馬的喜愛程度是怎樣 說回這場春季天王上,除了七色線,一直都被視為熱門之一 因為他跑這場之前贏了板神大上點三千米,直接來跑 跟著高尚進日,Serval Grand適逢布民在日本展開客串 當然就被他顧獻重逢,其實我們之前那天都已經與大家預覽了 結果就是這對馬就1Q回來 另外就是那隻贏京都紀念那批Clincher,那批關鍵一擊 另外就有密奇火箭,來過香港跑國際賽去年的東營羅勒,聖木層次 還有這一批被譽為是莫亞滿樂時之後的愛區就是阿爾伯,那批長途王 這次就換了李無華跑,因為莫亞也不在香港 所以就沒有來香港,所以就去了歐洲,所以這次就給了李無華跑 但結果其實就很明顯看到,首先講一隻阿爾伯先 當然你看到他以往連續三屆贏,三千六的長途馬錦標 當然跑這個三千二,當然就問題不大 只不過這隻馬始終都是一隻二級馬 一去到這一班,一一級頂那些,他就真的有些速金見爪 又這樣講,其實這一場馬,臨場看他,那個狀態都好像回落了少少 變了演出就一般般的,同樣東營羅勒,聖木層次那些 聖木層次,你看回那條片,完全都缺乏,走位都走得都很一般 即是直路還要繞到這麼遠跑,當然就是這樣 另外這一匹的東營羅勒,反而就跑得不錯 只不過就是可能他第一次跑這些三千二 就可能那個長力就未必那麼應付得到 可能縮回去跑一些,即是李半那些就可能會好些 講回三甲馬,第三名那隻關鍵一擊 上一次這隻關鍵一擊就是武豐跑 就輸了第三,板臣大翔天輸給七色線跑第三 今次換了三蒲王城 其實就發揮都差不多 只不過灌下軍實力實力太強了,尤其是七色線 這隻馬真的有反映到這隻馬的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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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那一場其實就表現得一無是處 我想就是跑完這一場,跟著報民回來跑這場 就很明顯看到原來就是,那一場原來是試馬 換了報民,其實報民一度入馬都是出了頭的 最終就敵不過岩田康城那些雕鑽走位和硬正騎攻 最後那五十米就緊緊趕過,高尚進就贏了這場春季天亡 這場賽事之後也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跟著剛才那條片的中間那段部分,就是分記中 因為大家如果有留意,剛才在開麥克風之前 我也跟阿拉拉講 那時候差點以為他要白的 因為他過了終點之後,他感覺到那隻馬的步韻 有些不太異常,就覺得那隻馬就可能是腳有事 或者斷骨之類,當然這些是騎士直覺 其實也反映到騎士對於馬的直覺和感應和合拍程度 當時一過了終點,走了大概百多米左右 那你見到剛才那條片就說,他發覺不太好 就馬上落馬,然後就一直安撫隻馬 你看到那隻馬都很神式方丈 不停縮步,不停向後退 完全都不知自己,完全都很害怕 而且那些腳都是有些不太正常的步支 當時岩田康成都很擔心他可能是否斷腳 可能要人道毀滅了,但幸好他當時很快就下來了 因為其實這個也反映到,我為何要找那一分鐘給你看 從這個小節,你可以看到岩田康成對馬的觸覺和心靈感應 是多麼合拍,還有這隻馬也跟岩田康成合作了一段不短的日子 就跑了很多場,真的叫人馬合拍 他見到都不忍心,所以馬上跳下來 幸好就解了岩田康成跟了工作人員 他就回到吉馬,當然就沒問題 最後有一段時間,當時我就有看日本的電視直播 看到他,其實繞弱了很久,真的很害怕 當時就好像你這樣說,那些車又拉光 又不是拉光,總之就很緊張,幾乎就要在裡面搞定 但後來馬拖了他之後,拿去手衣檢查 就發覺,幸好傷勢不是那麼嚴重 但是他又要做一個手術 好像要做一個手術 大家應該要去到今年的秋季 你們才會見到這批七色線的復出 但是在這場賽事當中 除了你看到岩田康成對馬的愛護 那個感靈敏度之外 還有你看到最後直路跑的四百多米 當時我在看直播的時候,我完全覺得很驚訝 這個就是我認識的岩田康成,騎得混身解數 又走位雕鑽,又可以打裝飾騎法 這隻馬又吃得住這隻馬 這隻馬又可以擠出來,又可以加速 真的很厲害 這隻馬和高尚進入 就串成了羅芬芳的大2Q 因為兩隻馬都是羅芬芳 後來之後到頒獎表彰式之後 就接受賽後訪問 到接受賽後訪問 當時岩田康成其實都 他又興奮 他又興奮 但是當時也很緊張 因為真的很擔心這馬不知什麼事 所以就怎樣公開 這隻岩田康成就算這個 在唐吉快跑之後 足足等了四年 差不多四年 再贏 Group 1 明天就跑維多利亞一理賽 那隻唐吉快跑排一檔 一號馬 應該都是前列分子 看看我這位老友記 可不可以再下 其實這場的維多利亞一理賽 還有些什麼馬有份跑呢 即是蘇斯德林 即是古武森林 另外還有些好像 我要找出來 等一下我再補充給大家聽 因為我沒有帶到那張東西出來 對呀 都有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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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黏馬戰線裏面 跑得近跡比較好些的那些 都會在這裏跑的 那唐吉快跑有 唐吉快跑就是一號馬 另外還有 還有那隻實駁 即是那隻黏女王 我們譯那隻去年的櫻花賞冠軍 香港就譯了不知什麼實駁 不知什麼鬼東西 那隻就是五號馬來的 但是呢 今次 他都是給回和田龍二炮 另外當然擂台等就是 之一就是那批蘇斯德林 但是他現在都是第五番人氣 那現在大熱門就是去年NHA一里賽 那隻 即是我那個那個 去年馬斯曲澤龍德那批 宇宙晶石 另外就是去年的 去年這堆賽事的盟主 Admire Lead 就是第三番人氣 現在三番人氣 那另外就是去年 在秋華想跑第二那批 即是現在沒有封的座棋 現在是次熱門 因為他剛剛上兩個星期停賽 這個禮拜才叫復出 那其實這一場 維多利亞一里賽 就是今年看過牌頭 都幾吸引的 那現在唐吉快跑 是半冷門來的 十倍六番人氣 那所以都明天這一場賽事 就都 都有一定的可觀性 那還有就是 也都是 尤其是 關注蘇斯德林 關注那些 范高爾子智的朋友 就是外國那些 其實每個人都很夾注 會不會這場復活 對 看看這場會復活 因為上一場 他跑這個板神癡馬錦標 就真的跑得很差 完全走光 走了一段 跟著就斷了 但是後來 後來 賽後我都有問過李武華 馬是否有事 跟著驗出來又沒有什麼 可能馬女就有些 罵一下情緒 通常都是這樣 但是明天我們就可以 看下這場賽事的結果 我下個星期的節目 再跟大家跟著 那這場春季天王 上京平都講到這裡 幾隻馬 預計高尚進日 就會在寶寵再見 和那些關鍵一擊 東營羅勒 和那隻Saturnal Chronicle 千古傳頌 千古傳頌 都應該跟著 就會去補充 至於有一部分 十歲老奇英 就是 那隻機靈迷宮 跑完一場之後 終於就宣佈退役了 始終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他最好 那次的表現 就是當年 應該是兩年前 就和北部園區 鬥足一條直路 然後就僅僅輸給北部園區 跑完那場之後 就真的 這隻馬的 最後一滴都出了 所以之後 其實一直都跑得很頑 關鍵一擊 想補充少少 幕後就有想過 帶這隻馬 今年去跑海船門 這隻 不過看看最後成不成事 他好像是報了名 因為最近第一輪 就報了名 剛才講到補充 都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我們香港的前度馬王 明月千里 正式就報了名 就跑這場補充 根據大摩的說法 一日訪問大摩 大摩就解釋 這隻馬就準備 在那場獅子山錦標 那場千六米的三級賽 就復出 跑完這場獅子山錦標之後 應該是安田紀念那天 6月3號 跑完這場之後 就會成行 如果他落實了 日本中央競馬會 那邊已經確認了 他的正選資格 他已經拿了正選資格 就入選了 所以 我又不在這裏 我又不在這裏 這隻馬的機會如何 有些事大家都很清楚 跑完一場金杯之後 跟馬克羅斯 鬥足一條直路 然後就爆了缸 然後就休息了 剛剛足足三個月 就拿出來 馬上去日本跑場 這場那麼辣的 剛才我提到 好像高尚晉日那些 然後補寵劍 然後就對著 爆完光的馬 都不知復回來幾多 又要淡場淡場 但怎樣都好 捉他好運 講完這場的春季天王上 其實我都想講一講 想講一講 剛剛在星期四公佈了的 世界馬匹排行表 其實可以很快講 講一分多鐘 我們去下一張圖 其實這一個圖 其實都反映了一些東西 因為第一件事 我期待了足足兩年 就是綁手的雲思先至 現在綁手的雲思先至 終於就真的 out right first 在剛剛贏完那場 呂紅衣莉莉莎白錦標之後 就加了他一分 因為上個月 他跟挺兒走險 就平同時129分 那就第一位 現在剛剛跑完 就是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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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跑完這個 就是秋季的 preparation 就多了一分 現在一百三十分 但是距離他去年 那個總評分 一百三十二 都還欠兩分 所以終於就 叫做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藉口之下 真的正正式式 就做了 就算是草地也好 泥地也好 什麼都好 總之就是 all out right 第一名的馬匹 那 Gunrunner 其實已經退役了 跑完那個 飛馬世界杯之後 就退役了 但是因為他都有那一場的賽職 所以他這一個 一百二十九分 這個位置 應該在今年餘下的時間 你們都會見到他的 因為他今年又跑了一場 就抓住那一場 就撐住那個賽職 跟著 其餘其實有些馬 叫做新上榜 但新上榜之中 其實他又不是新上榜 因為只不過呢 就是今年他第一次出了 就是之前他還沒復出 跟著今年出了 復出了 也都有成績了 那就叫做 重新入上榜 那我講哪一隻呢 就是現在排第三名 一百二十五分 那隻的金庫神偷 那金庫神偷 大家都知道 剛剛就是在上個禮拜 應該是不是 對嗎 上個禮拜 龍上馬場 重新開張 開幕 那天就特別編排了 根里錦標 就在那天上演 那就 以致紀念 龍上馬場 重開的日子 那同時 也都 現在龍上馬場 也都改了名 就叫做 巴黎龍上馬場 叫做 巴黎龍上馬場 巴黎龍上馬場 就是大家 叫慣叫熟龍上 大家都明白的 那一場 根里錦標 就贏得非常之出色 也都很有說服 那我們有沒有這條片 今天沒有 下次再剪一條片給大家看 所以他贏了這場 根里錦標 就是確認他 去年那個總排名 所以現在就重新 以125分 重新 榮登 這個榜的第三位 暫時 另外 除了這筆 叫做新上榜 另外還有新上榜 分別就是 剛剛跑完英國二千堅里 那筆Saxon Warrior 這筆大震撼的指示 第一筆 就贏了英國的經典賽事 這隻叫做 色遜武士 我不會讀過的名字 如果給你 就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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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贏了這場的二千堅里 以121分 就跟那些精彩鬥士 文雅之士 另外還有一筆 就是那筆尼地馬的Army Rule Army Mode 121分 同時就排12位 另外做新上榜 還有一筆叫做auditable 除了 如果說到auditable 那也要說回馬主 China Horse Club China Horse Club 剛剛就憑著那隻Justify 大雨與龐陀 來臨一片 帶頭放出 就贏了三貫首關的 肯塔基打比 上個月 評分是120分 這筆Justify 現在他加了4分 就去到同隻西岸 West Coast 同時就排第四位 所以這隻 就只有半銅主馬 那就是120分 另外除了這隻之外 另外還有一些Good Magic Good Magic 也都是120分 另外其他新上榜 全都是香港馬 分別就是巴基之星 巴基之星贏了女王杯 由118分 加到120分 加2分 紅衣聖神 重新上榜 重新上榜 120分 另外那一匹 剛剛新勝主席獎 天下圍攻 大家還記得 他跑主席獎之前 他的國際評分是109分 跑完那一場大勝 大勝 你彈掉些紅衣聖神 不加到你媽媽都不認得 那一場之後 他大幅加了他11分 大家平排在第16位 就是三匹連馬克羅斯120分 四匹香港的馬之中 兩匹短途馬 兩匹中距離馬 反而這隻美麗傳承就見不到 對 美麗傳承就見不到 那真的有些不明所以 因為可能就是說 因為女生傳承不是見不到 因為他上個月是119分 上個月是上榜的 但是如果真的這樣說給你聽 他贏了那場冠軍一里賽 他都不是很承認 他覺得那場冠軍一里賽的水準 他不足以令到他加分 我相信他仍然都是 依然都是119分 上不到上面那個位 因為上個月他是在這裏 所以大概加分的馬 剛才除了說了 巴基斯星加了2分 天下圍攻加了11分 另外JUSTIFY加了4分 還有雲斯仙子加了1分之外 另外同時120分的馬 就是剩下那筆Galo Shop 那筆佳力印記 因為他今年在澳洲的秋季 在物爾本的演出又非常好 然後在女王伊利莎白錦標 又可以同一隻 輸給一隻雲斯仙子 但是他都跑了1分 所以他都加了1分 不過這隻馬就有些事了 跑了 發現他又一次跟劍炎 跟劍印打有事 現在就要放在一邊 不知道他 這次真的不知道他復出什麼時候 所以這個表比較簡單 就不是那麼多馬 其實來近6月14日 他就會再公佈再新一輪 然後他就會反映到 那些英愛法的經典賽 明天就跑法國一二千堅尼 然後6月就葉森打比 然後就有安田 那些賽事 也會遮打杯 所以就變了應該 今年遮打杯很多人來打夾 我估計6月14日 那個榜的馬匹就會比較佔多一點 其實跟大家交代了 這個世界馬匹排行表之後 最興奮的當然就是雲斯仙子 終於坐正 屈辱了那麼久 受制於那些無聊 那些善取 那些無賽職都可以押著第一 這次他實實在在 破了紀錄 你不能不給他第一 所以就希望他可以繼續保持下去 那在這一節的結束之前 那我就會播放 就是之前我們 應該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就是高月上 如果我說錯 我下一節再補充給大家聽 那就是給大家看 那些賽事重蚊 那第二節回來 那我們就會講回 今天下午 就是在沙田的賽事 那我們稍後再見 最後に16番の順番で収まって 佐月翔 スタートしました 真ん中で10番のジェネラーレウーの 高スタート高ダッシュ その内は7番のエポカ道路 そして内 押して押して6番のアイトーン これら3頭広がって 14番サンディバル 16番のジュンバルロ スタンド前を通過 その後に8番のケイティックレバー そして4番スリーヘリオス中段で 11番マイネルファンドン 13番ダブルシャープ 中段の後ろに2番のワグネリアンはやや外目 その外 5番の北のコマンドール 15番のステルビオ 後方集団で1コーナー回ってきました さあ6番のアイトーンが先頭 1バシンリード 10番ジェネラーレウーのが2番手 外は16番ジュンバルロ 3番手 先段3頭2コーナー その後ろ10バシンぐらい空いています 離れた4番手に7番エポカ道路 その後1バシン反差 14番のサンディバル控えて 内8番ケイティックレバーも控えて 向こう上面です 2バシン空いて 11番のマイネルファンドン 中段4番スリーヘニオスが続いて 1番タイムフライヤー 中段バグン外は13番ダブルシャープいきました 1000m59秒に 中段後ろに9番のオーケンムーン 外は3番ジャンダルム 今日は控えました その後2番のワグネリアンは おしまいから4頭目 12番のグレイヌが続いて その後に15番のステルビオ そして最高峰が5番北のコマンドール 前3頭後続を離して3コーナーを回っていきます 先頭6番のアイトーンが2バシンリードを広げました 10番ジェネラーレウの2番手600を切りました 3番手は16番のジュンバルロその後ろ 以前10バシン空いています 7番エポカ道路が離れた4番手変わりません 14番サンディバル前から5頭目 そして内はムチが入った8番のケイティクレバー 4100を切って4コーナーカーブ 人気角はまだ後方で第4コーナーから直線に入りました ツアー2限2限6番のアイトーン1バシンリード 追って捉える10番ジェネラーレウの200を切りました 後続3頭7番エポカ道路3番手から2番手14番サンディバル そして外から5番の北のコマンドール 15番のステルビオですがまだ4番手5番手 先頭抜けたエポカ道路 エポカ道路降臨2着14番サンディバル 3着争い10番のジェネラーレウの15番のステルビオ そして12番のグレイル 5番の北のコマンドール これら広がっての3着争いまででした 7番のエポカ道路戸崎圭太です 鮮やかに直線抜け出しました 1巻目7番エポカ道路です 戸崎騎手クラシックを制しました オルフェーブルの子供が初年度でいきなりクラシック制覇 サツキ賞を勝ちました 2着14番サンディバル その後の3着争いも連れました 早め先頭10番ジェネラーレウのり15番のステルビオ 12番グレイルそして5番北のコマンドール 10番ジェネラーレウの3着です 後方待機の15番ステルビオ 12番グレイル5番北のコマンドールはその後の4着争い そしてその後ろに2番のワグネリアンでした サツキ賞制したのは7番のエポカ道路です 3番グレイル5番シェネラーレウの6番グレイル5番 5番グレイル5番